我们上一节最后面提到的就是我们在侦测这些GammaRay的时候的第一关其实是准直移 因为我们需要Climator来帮助我们知道今天接收到这个Phantom接收到这个GammaRay到底是从哪边来的 因为我知道它从哪边来了以后呢我才能够拿接收的结果来当成是这个方向上面的投影的结果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过呢它这个结构呢虽然让我们知道的方向但是它有一个付出一个蛮大的代价就是 其实我们只能运用其中很少的部分来进行成像 绝大的部分呢都没有办法通过准直移 因为只要方向跟准直移没有办法平行的话通常来讲它就没有办法被通过了 那你可能会想说那我们就把这个平行牵板的距离挖一点点如何啊 这样子就有更多的GammaRay可以通过嘛 但这里其实也是一个tradeoff 当你让更多的GammaRay通过的时候代表的是就是 今天其实收到的这个可接受的角度会越大 所以它越可能是从直线以外的地方跑进来的结果 也就是你的最终收到的这个讯号可能不完全是投影 而是投影再加上模糊化空间的一个smoothing的结果这样子 所以这会是一个tradeoff 好那接下来需要什么呢 除了这个sintillator把这个讯号转换成可见光以外 下一个就是光电倍增管嘛 这个名字我们在这边看到了 PM Tube的话呢 它可以把这个可见光转换成电子 而且放大它的电流讯号这样子 好那放大到了足够的scale能够让你去做那个观察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去分析到底这个讯号是从哪里来的 请注意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一个通常一个gamma camera里面呢 大概会分不同的区域大概会有30到80或甚至100个光电倍增管 那这个东西当然光电倍增管的数量越多的话呢 对你空间中的解析能力会越好 不过因为由于它的体积受限 所以我们其实并没有办法把它扩增到非常非常高这样子 所以我们只能够去分析说 今天每一个光电倍增管所放大的讯号的分布 来去回推这个光子 可能是从哪个地方被接收到的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因为我们在空间解析度上面 可能不是那么够所造成的一个现象 此外呢 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个东西叫做波高分析仪 这个东西要来做什么呢 它是去滤除低能量的散射伽玛瑞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之前有提到 这种高能量的电磁波 在通过人体的时候 其实有可能会跟人体的组织产生反应嘛 对不对 如果它今天产生的是光电效应的话 那它直接被吸收掉了 它能量完全被吸收掉了 反正就要说 它没有办法传出 它已经整个被absorption 它被衰减掉了 你收不到讯号 所以这个状况你根本没有结果 那另外一个状况呢 另外一个可能性会是产生康普顿散射 产生康普顿散射的时候呢 你会有一些出射光 它其实还是会有电磁波跑出来 只是呢 它可能会带有一个折射角 OK 散射角 那这个角度呢 那这个角度呢 会跟你今天的打出去的这一个动量平衡是有关系的 换句话说呢 我们说在这个状况底下呢 其实会改变 铐妈锐前进的路线 OK 改变铐妈锐前进的路线是什么意思呢 以刚刚这个图的例子来看好了 我们看一下 也就是说呢 如果今天 一样原本有一个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放射性同位素 产生了铐妈效应 可是呢 它在离开人体组织之前呢 如果产生铐妈锐的话 假设在这个地方 说错了 在这个地方产生那个 Kampton's Gafferine Kampton's Gafferine 的话 它可能会改变它前进的方向嘛 对不对 举例来说 它变成这样走 OK 它改变完的方向 恰巧跟我们的 准值与平行 在这个最不幸的状况之下的话 这边收到讯号了 所以换句话说 它会误以为 在这个延长线上面 有放射性同位素的累低 可是事实上是这样子吗 不是耶 这个讯号是从旁边这边来的 也就是说 这样子呢 汤姆森散射的发生 会导致我们对讯号来源的错误 所以 其实 理论上我们希望 这个东西呢 能够被排除在 接收的讯号里面 那问题来了 我们怎么可以知道 这个接收到的这个Gamma rate 到底有没有经过Campton Scattering 是有被散射还是没被散射 我要怎么去分辨 我可以从能量上面来分辨 为什么 因为经过Scattering之后 它的能量一定会变低 对不对 而且别忘了一点 我们刚刚在说这个核子医学影像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的讯号的来源是因为不稳定的核种 不稳定的放射性同位素 释放了能量以后达到稳定态嘛 所以它是一个能阶的跃迁 换句话说呢 你所释放出来的Gamma射线 它的能量都是一个固定的值 比如说以达来讲的话 通通都是140Kb 所以如果你今天发现有一个Gamma rate的能量 明显的比140Kb还低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可以合理的去判断 这一个光子应该是经过了Cempton's Gathering之后 散射出来的Gamma rate OK 所以这个Pulse Height Analyzer呢 它其实就是用来去滤除这些 利用能量的差异 去滤除掉这些低能被散射过后的Gamma rate 因为这些被散射的Gamma rate呢 其实没有办法给你带来正确的空间资讯 它只会误导你而已 有绝大的极大的可能性是误导你的 所以呢我们把这个部分给去除掉 OK那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我们当然需要去根据每一个 直接穿透出来的这些Gamma rate呢 去判断它的来源 OK 所以我们从有限的这个PMD的通道上面呢 去更仔细的推测它的来源所在这样子 这个就需要仰赖那个位置逻辑电路的一个运作 好 在所有的元件都配合起来的状况之下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装成是一个Gamma camera 所以这个在1980年代的一个Gamma camera 前面这个地方就是接受讯号的地方 所以所有的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Cintillator 或者是PM2 其实都是藏在这里面的 那你要做成像的时候就把这个看起来很大的像镜头的东西呢 对准你今天想要照的位置 比如说肚子比如说头之类的 他就会去接受这个直接垂直进入的这些Gamma rate OK 那以今天来讲的话呢 我们通常来讲我们都会让病人是用一个比较舒服的姿态去躺着 因为躺着比较能够维持不动 不管是坐着或站着的话 你都很容易会在几分钟之内就受不了就会动了 所以通常都是躺着的方式 像右边这个样子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Gamma camera OK 那为了要增加吸收的效率 接受讯号的效率 通常来讲我们甚至有可能一次会有两个Gamma camera 都会看一下下面这个地方 这个也是Gamma camera 这个也是 所以这是Dual head 那甚至也有Tree head 就是每隔120度就放着Gamma camera 它的用意就是说 你因为反正你现在Gamma Gamma camera Gamma rate是随机被放射出来的嘛 对不对 任何方向都有可能出来 那我 与其在那边等待时间浪费掉其他方向的Gamma rate 倒不如我全部都放着 我能够接收越多是越好的 OK 我可以一口气接收不同角度的 这一个放射线的一个分布 OK 那当然 做这件事情是有代价的 就是成本要提高嘛 你今天从一个Gamma camera 变成三个Gamma camera 你的成本在这个部分大概就变成原本的三倍 OK 好 所以做出来的影像呢 就可以像这个样子 OK 举例来说 它看起来像这个样子 哇 看起来怎么好像 都是杂讯啊 都糊糊的一片 有人知道这个是哪个器官的吗 很好 有人讲出来 肺部 OK 这边有六个影像 它分别代表的是 从不同的方向去看肺部 其中 anterior部分就是人体面对的前面 从正前方造出来的结果 posterior就是从背面造的结果 然后这边有一个 Io Io代表就是 right anterior position the orientation OK 前面这两个字分别代表的是 右前方 所以是从右前方照明的结果 Lal的话就是 left anterior orientation OK 那下面这两张 一样 所以它其实是从斜方向照过来的结果 也就是说呢 你刚刚看到那个Gamma camera的话呢 它放在一个方向可以得到一张影像 移动一个角度又可以得到一张影像 再移动一个角度 又可以得到另外一张影像 OK 它可以得到不同影像投影的结果 这样子 这种单张影像 我们就把它叫做Planar Syncigraphy OK 这就是最典型的合一影像 好 那再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的疑问 啊怎么看起来这么不清楚啊 好像看起来很不清晰耶 跟之前习惯 如果你习惯了CT的影像品质的话 你会觉得这个 这个东西好像有一点点逊耶 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来 其实主要的话呢 其实是要看你 要想要看什么东西 通常来讲 我们在做核子医学影像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我们就是希望能够知道 标记的这个化合物 它在身体里面的分布是什么样子 那至于它在身体里面会怎么样子分布 往往会跟你器官的功能有所关系 OK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通常肺部的影像 我们是吸入一些放射性的气体 可以到整个肺部的部分 还是说呢 它在哪个地方产生的酸塞气体过不去 所以这个其实是跟肺脏的功能讯息有关系的 它不是用来 只是用来表示它的结构上的分布而已 因为往往一开始出问题的时候 结构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里面可能已经坏掉了 OK 所以它提供的是不同层次的一些资讯 再者 今天为什么它看起来那么糊呢 因为我们刚刚说过了 通常一个Gammer Camera的话 它的PMT2 其实是数量是很有限的 大概只有几十个而已 换句话说 它其实只有把空间分成几十个这个scale而已 所以它原本能够接收到的这一个空间中的解析度 其实就不高了 再来呢 又有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散射的干扰 虽然我们可以用那个波高分析仪呢 去除掉绝大部分经过散射的Gammer射线 但是还是会有少许的会用来干扰我们最后的成像 OK 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就造成了在Nucleic Balance 里面 通常来讲 我们看到的影像解析度都不是太好 大概都是以公分为等级的 相较于之前我们上礼拜的讲 电脑断层扫描的时候 它的解析度是1mm 也就是0.1公分的等级 其实是有显著上的差异 OK 好那刚刚看到的是单张影像 但是我们说单张影像的话 可以当成是所有放射性同位数 沿着投射方向的投影结果嘛 对不对 这就有点像X-ray一样 那我可不可以利用这些不同角度的投射结果 得到空间分布图呢 其实当然也可以 原理就跟之前CT的计算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你都已经得到各个方向的projection了 经过这些演算法的推导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distribution是怎么样子嘛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morphology是怎么样子 OK 所以 它就可以得到tomography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断层扫描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把这样子的技术叫做single-fent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 所以上面这个是CT 一样它是经过计算而得到的断层扫描结果 所以它还是沿用CT这个字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你真的要翻译的话 你还是断层扫描 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到很多断层扫描 可是它的成像机制可能是不一样的 它在这里的话利用的是gamma ray 接收gamma ray来分析这些放射系统位数的分布 OK 所以它收到的是single-fenton 因为每一个gamma ray就是fenton 就是一个光子 OK 射出身体之后的结果 所以它才会讲它叫做spect 它的简线我们就把它称之为spect OK 那想当然spect的话相较于原本的signography的话 它需要多角度的接收 OK 也就是它的成像时间必定会比较长 累积的剂量也必定会比较高 只是它可以提供更多的空间上的资讯 OK 你看到不是叠在一起 你看到真的是distribution 所以tradeoff 这也是一个tradeoff 所以看一下怎么样子选 那有时候我们刚刚看到那张影像以后 有人会觉得说 这到底是在做nucleal medicine 还是做uncleal medicine nucleal medicine 大家现在知道它名字的意思嘛 就是訊號是从原子而产生的 但是问题它看起来真的很糟啊 就是看起来糊糊的 不过刚刚已经跟各位强调过了 我们看的其实不是结构的资讯 如果你今天真的需要这结构的资讯的话 那可能要请你去做s-ray或ct 或是之后我们可能会提到的mri 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知道功能的资讯的话呢 那或许和直律学影像可以给你提供一些资讯 让你知道你的这个器官到底有没有正常的在运作 OK 所以知道function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不是只有知道structure 知道anatomy才是重要的 知道它有没有正常的工作也是很重要的 OK 所以这个东西呢 并不是完全取决于就是你的空间解析度有多好 OK 好 所以我们 roughly 大概已经把这个放射性的产生 还有成像的这个机式讲完了 那我们刚刚的中间是先跳掉的嘛 因为我们说这个部分牵扯到了 比较多的这些生理的知识 不过既然提到了 我们还是得稍微说一下 让各位知道一下 我们现在有哪些放射性同位素 和我们的这些标记物只是有被应用在那个医学检查上面的 OK 其实这个部分 我们把它留到最后面讲 并不是它不重要 或者是 它是比较那个 对我们来讲是比较无关紧要的 其实它也是很重要的 只是 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在这个上面多做一些什么样子的说明 事实上它的重要程度是不亚于我们刚刚说的那些工程的结构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合一里面最重要的是观察这些放射性同位素 标记的这些物质 它的分布是怎么样子 也就是我想要知道是功能的资讯 那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功能 就跟你今天到底拿什么东西去标记 会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们是根据这些标记物质的分布 来解释它的生理功能 所以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那例子可以有很多种 绝大部分都是跟达来做标定的动作 也是把一些特定的化合物跟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放射性同位素来做欢迎的动作 只有一些少数的部分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我们有用一个SENON 艾兰雅各山东的3 这个东西133是一个放射性的一个同位素 我们可以用来吸入那个放射性的同位素的3 之后呢 我们可以观察到肺部的这个换气的一个状况 因为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气体的分布 其实刚刚那张照片显示的就是SENON的结果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你可以看到上面其实都是达跟一些特定的这些物质 BINING所做出来的一个临床上的应用 OK 第一个的话呢 HMBMO 这个东西我们等下后面会讲 所以我先稍微跳过一下 我们从第二个开始讲 那MAA的话呢 其实是一些比较大的分子结构 所以你把那个TAC TAC跟它Combining在一起之后呢 它在经过肺循环的时候 我们知道肺循环到最后是到肺泡上面的微血管 我们会在那边交换气体嘛 对不对 它在经过的时候 会稍微有暂时性的堵塞的现象 不过全部都堵住 但是会堵住一些些 那堵住的量呢 会跟你肺部血流 肺部的这些微循环的血流的大小纯正比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状况来观察肺部的循环系统状况 的工作形形 刚刚的Sennan是看到气体的分布的一个形形 那现在的话呢 就有点像是在看你今天血管的分布形形 因为在两者同样都有正常的功能的时候 你的肺部才能够正常运作 OK 所以一个代表是Distribution 一个代表是Diffusion 其实概念不太一样 应该说这个其实是Perfusion 血液的这一个微罐流的一个现象 好 那这个 另外一个应用里面 我们可能也会跟RBC连在一起 这是RedBlockCell 红血球 OK 那跟红血球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们最主要观察的器官是我们的脾胀 因为我们知道脾胀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 血球代谢的器官 它会制造一些血球 也会吸收一些这些比较老的 使用很久的这些血球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观察 那个皮脏的这个功能 另外DVT-A2的话呢 是一些比较巨型的凹合物 那一般来讲它不会 不像刚刚的这些东西 它应该说它也在进到我们的微血管的时候 它可以通过微血管 但是它不会离开微血管 OK 所以呢 这些物质到最后都会被我们的肾脏所排泄 代谢掉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东西去观察肾脏的这个功能 根据它的分布来观察肾脏的一个功能 这样子 OK 好 那我们来拿一下我们刚刚想要解释比较久的这个HMPMO HMPMO是一个很长的化合式 它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也不会念这个到底要怎么样讲 OK 总之各位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中性 然后比较巨型的一个分子 它比较有特别的一点就是 它会经由血液进入到我们的脑组织里面 那进到脑组织 从微血管扩张出去进入到组织之后 它会转换成极性分子 然后呢 就会留在那个地方 OK 直到它比较长的时间被代谢掉维持 它会暂时的停留在那个地方 所以呢 我们去观察脑部的gamma ray的分布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HMPMO的分布 它大致上会跟大脑里面的组织的血流成正比 大脑每一个组织的这个血流会成正比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 这些脑细胞到底有没有正常在运作 好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上面这三张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正常的受制者 注入了HMPMO之后 所获得的影像结果 OK 它是用spec来做成像的动作 换句话说 我今天得到不是投影而已 我得到的是空间的分布图 那空间分布图的话 它给你三个不同的切面 这个是actual 这个切面 还有chrono 这样子的切面 还有Sagetal 这样子的切面 其中Sagetal 这个看起来的话 应该是眼睛在这个地方 那个 后脑勺在这个地方这样子 所以各位可以大致上看得出来 它大概都是周围比较亮 中间比较暗这样子一个pattern 为什么呢 因为大脑的神经细胞主体 主要是分布在大脑皮层 OK 皮脂的这个地方 所以它是比较靠近边缘的位置 这边的灰脂呢 其实分布有很多的神经细胞 所以它需要的血液供应量是比较高的 所以你看到密度其实是比较高 亮度会比较高 下面这个呢 其实就是一个中风的患者 在大概中风四个小时之后 所获得的一个影像 同样的患者它去造的CT 也去造的SPAC 差别在于 这两个SPAC 怎么一张黑白一张彩色 其实没什么 只是它今天在做显示的时候 一个是用灰阶的一个表示法 另外一个是用彩色的表示法 灰阶的表示法 灰阶的表示法理由 我们知道我们大概就是使用 不同的黑色到白色来显示 强度 讯号强度的大小 通常来讲白色的地方 表示的是最高强度的位置 所以大概就是HMPL 分布浓度最高的位置 那以彩色分布的话 最常见的这个彩色的桌标 呃显示轴的话呢 大概就是红尘黄绿蓝电子的方式 红色代表的是最高的量 然后黄色次值 然后到蓝色绿色的时候 都是比较低落的一个位置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 它其实是一个轴向前面 跟这个地方位置 不会差太多 那你也可以观察到在 右脑的部分 我没有指错 那个在那个 radiology上面的话 我们看到影像是左右相反的 所以这边是受视者的右脑 右脑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看到有红色的这些 红色黄色的分布 其实是跟之前的结果蛮一致的 可是在左脑的部分呢 这个地方很明显的缺了一块 这个其实就是它在动脉 它在大脑的动脉里面 产生阻塞的现象 生成了我们所谓的 缺眼睛中风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那因为上游已经阻塞了 血液过不来 所以它的细胞 其实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会死掉 根本撑不到四个小时那么久 所以这个时候照到的时候很明显的是 那个地方的细胞已经死掉了 所以尽管在CT scan下面呢 显示其实没有很明显的差异 结构上面是正常的 但是其实它的功能已经fail了 所以在治疗的部分 所采取的方式会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地方对医学来讲的话 其实它就是已经全部都挂掉了 这样子 我们现在大概已经把正子 sorry 把那个合一的一个很主要的概念 全部都讲完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来提另外一个 最近这十几二十年来呢 在合一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影像机制 我们把它叫做正子断层扫描 所以又有一个断层扫描了 不过各位现在就知道断层扫描 它其实指的是一个影像呈现的方式 影像重建的方式 那通常来讲我们讲的电脑断层扫描 我们把这个turn留给 x-ray所产生的那一种空间的分布影像 那其他的话都会加上其他的质这样子 那这一个呢就是使用正子来完成 断层扫描的一种影像机制 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始第一节课 买了梗 现在要挖出来讲一下 它是用positional emission 不是single phantom emission 是positional intrusion tomography 简称的话叫做PET PEG 顾名思义它利用的是正子所产生的一个扫描 的一个影像结果 不过我们也知道正子我们刚刚说过 正子在自然界里面非常非常的少见 就算它真的产生了以后 它也会很短的时间就消失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自然界里面有很多的这些电子 OK 它会很快速的跟这些电子结合 就消失掉了 电中心就不见了 OK 那既然它消失不见了 那在人脑里面也是这样子 人体里面也是这样子 我们就算能够产生它也一下就不见了 就算我们今天有正子的衰变 它也会不见 那到底是怎么样子才能够获得讯号的呢 它其实是利用不见之后的生成物 来作为讯号来源 OK 不见以后会产生什么 它会产生γρ 等一下我们会说明 我们现在解释一下正子这个东西 OK 我们刚刚说正子的话 可以当成是电子的反物质 因为它们的质量和电量 电荷量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急性相反而已 往往是由β正衰变而产生的一个结果 但是正常的状况之下 自然界没有这种衰变 几乎没有 OK 它只有在很少数的核种上面才会产生 哪一些核种呢 就是它的震电量太多的核种 什么叫震电量太多的核种 也就是一般来说在稳定的原子核里面 直子的数量跟中子的数量是差不多的嘛 起码在原子序的低的时候 它的数量是差不多的 比如说碳就是碳12的话 就是6个中子6个直子 氧16的话就是各8个 它们其实是even的状况 那正子衰变什么时候会产生呢 它就是如果有一个核种 它的直子的数量 比中子的数量还多的时候 或者是直子的数量 比它通常拥有的这个中子的数量 还要多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它就会倾向于丢掉一个震电 然后让它变成是电中性 转变成中子 OK 它就可以变成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元素 比较稳定的一个原子核 但是你也想也知道 其实自然界你听得到 这些元素全部几乎都是 就是直子数小于或等于中子数的 哪有那种直子数大于中子数的 所以其实我们很难找到天然的这种核种 通常来讲呢 你要能够制造出这些核种 都是在实验室里面才做得出来 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做出来呢 Psychotron OK Psychotron是什么 回旋加速器 有听过吗 通常来讲好像是反译成这个名词 它其实就是利用电场跟磁场 让我们的原子核能够高速运动 转转转 加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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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的时候 够速度够快的时候呢 再让我们撞在一起 撞在一起会怎么样 因为速度很快嘛 撞在一起的时候 它就会粉身碎骨嘛 就是整个会裂开来 分裂成比较多的小碎块 小粒子 OK 然后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观察这些基本粒子的特性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通常能够产生一些 比较平常不常见的 这些原子核 OK 譬如就是我们的 这些可能会产生β症衰变的这些核种 那在我们的PAT 证词断层扫描里面 常常使用的这些放测性和同位素 包含哪些呢 包含的符、氧、氮和氮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符是符18哦 常见的符是什么 常见的符的质量数是多少 有人知道吗 不是18哦 常见的是符19 也就是它有9个质值和10个中值 这个符18代表的是 它的中值的数量比人家少一个 我们知道原素的种类 是根据它的值值的数量来决定的嘛 对不对 所以它们的那个值值数都是9个 不过在符18里面中值数也只有9个 OK 在这样子的状况之间 它其实倾向于去产生一个中值 来让它的原子核比较稳定 还有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氧 正常的氧是氧16 我们刚刚说过 但是这里使用的是氧15 也就是它的质值一样是8个 但是中值只剩7个 好 数目是比我们的质值还要少的 碳呢 不是碳12 也不是碳13 是碳11 OK 再来呢 蛋一样 不是蛋子4 它是蛋子3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核种 它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 它跟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 在以前在那个 产生这个 Gamma ray的这种核种不太一样的 就是它的原子序多半是属于 比较小的 刚刚都是比较大的嘛 对不对 现在其实都是比较小的 然后呢 它们的质值数量呢 通常是比中值还要多一点 或是even 像这个符来讲 就是它们两个是一样的 OK 所以呢 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它们会倾向于释放出那个 正值 来让原子核更稳定 好 那既然讲到它们是会产生衰变 那我们就来提一下它的衰变的这个半衰期 符来讲的话是110分钟 这个地方2分钟 碳值1的话是20分钟 碳值3的话是10分钟 所以Roflin你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它的时间是稍微偏短 然后在这几个可能被使用到的元素里面 我们可以发现其实符应该会是比较好用的 OK 它的普及率应该是可以最高的 为什么 因为半衰期比较适合 两个小时 因为你还是需要有一些运作的时间 两个小时勉强还OK 可是如果只有10分钟的话 那真的蛮少的 OK 只有10分钟 2分钟的话真的很短 你在做的合成的速度要非常非常的快 才能够有效的利用它的这些衰变 产生影像 OK 所以符的这个普及率可能会稍微 比较好用一些些 好 来看一下我们刚刚说 既然今天要制造它的话 只有cycrotron 而且它的半衰期又这么短 所以你就知道 其实在医院里面 比较头大的部分就是 我很难去 我们刚刚说 在达的这一个部分的话 达的放射性同位数 我们可以在一个区域里面 产生好以后 再送到临近区域的这一个 所有的这些医院 所有有spac或是gamma camera 这些医院的设备里面去使用 可是如果是pac的话 其实是有点麻烦的 对于阵子断层扫描来说的话 即便你今天使用的是那个 符18 它的半衰期也是有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就是说你今天合成的话呢 你可以用来运送的时间 其实已经不是很多了 你随时都要分秒避震就是了 OK 那起码高雄地区可能只能有一个而已 那更常见的状况就是 你可能必须要在医院里面 设置一个cycrotron 小型的cycrotron 来产生你所需要的核种 这样才能够再 减少这个运送的时间 在够短的时间之内 合成这些药物 然后打入人体医院 OK 所以这个是SIEMENS的设备 它就是 除了你有那一个PAT以外 甚至断层摄影的这个device以外 你还必须要再额外添购这个cycrotron 你才能够做这件事情 这也造成了 其实在所有的影像设备里面 其实PAT的成本是最高的 对 因为这些设备都不是 大家都可以知道 它不是简单的 几十万几百万可以解决的 它其实单位都是E OK 好 那我们必须要强调一点 今天虽然它叫正子断层扫描 但是其实我们不是去侦测正子 我们不是去侦测这个 这个正子衰变 beta正衰变所产生的正子 原因很简单 因为正子一下就消失了 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 其实我们是收集这些正子所产生的一些产物 OK 什么产物呢 我们刚刚说了 其实正子很容易跟自然系列电子做结合 这个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互毁 anihilation 因为他们的电荷一正一反 刚好相反 所以加起来以后电荷就会中和掉了 然后呢 它会转换成能量 两个有资料的东西怎么转换成能量呢 就是1等mc平方 用爱因斯坦那个很著名的公式 来把它转换成能量的一个方法 OK 所以它释放出来的这个gamma ray呢 它其实是有一个固定的能量的 因为正子和电子的质量是固定的嘛 不管你今天是哪一种核种 你所释放出来的正子都是长得一样的 所以呢 在PAT里面 不管你刚刚使用的是 F18还是氧15 你今天释放出来的gamma ray的能量都是一样的 它大概是511keV 能量其实是比我们之前还要高蛮多的 OK 然后呢 我们今天所产生的这些gamma ray呢 有一个特性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 这些质量没了嘛 完全转换成能量嘛 对不对 但是除了那个能量守恒以外呢 它还会遵守动量也要守恒 OK 那动量怎么守恒呢 就是说我今天不能一次只有产生一个gamma ray 它会同时间产生两个gamma ray 然后它的前进方向会刚好下来 完全相反 完全相反 180度相反 所以这个是一个示意图 这边 黑色底有一个正字的 这个代表我们的正子 它会跟环境中的这些自由电子结合 产生互回的效应 互回完了之后呢 它就会产生两个gamma ray 往180度反方向的地方而去 这个特性非常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只要能够同时接收到一个互回效应 所发射出来的这两道gamma ray 我就可以知道这些光子前进的路径是怎么样 OK 这点为什么很重要 来请问一下我们刚刚在spect里边 或是在gamma camera里边 我们要怎么样子知道这个gamma ray的前进路径 我们仰赖的是很多平行的牵板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刚刚说这一个牵板的话 可以让我们知道空间上面前进路径这个information 但是它的代价就是很多的光子都会被挡住 你都用不到 不过呢 在pads里边 因为它利用的是正子产生互回效应以后 所散发出来的这两道180度相反的gamma ray 所以它本身就具有空间的资讯了 只要你能够同时把这两个gamma ray给capture住的话 抓住的话 这两点的连线 就是你的这个放射性同位数所在的位置 所以换句话说 在pads里边 其实它提供那个机会 你可能可以不需要colimator 就可以得到影像 这一个同时间去侦测到两个释放出来的gamma ray 这些事情 我们就把它叫做coincidence detection coincidence的话 你如果去查的话 大概就是碰巧发生这样子的意思 也就是说它其实在同时间发生的两个event 两个鼓捉到gamma ray的event 那这两个因为时间非常的接近 所以你可以推测它们是在同一次的户口时间当中 所生成的两个180度相反的一个gamma ray 所以你就可以完成投影的动能 你只要把这两点连线做起来就好了 所以呢 太好了 不用准之意 不用准之意的意思就是 你整个机器的效率可以提升非常非常非常多倍 不要忘记我们刚刚说了五千分之一而已 我们刚只利用到五千分之一的这些fenton 来获得最终的影像 但是你现在几乎是每一颗都可以拿得到 OK 你的应该说我们不需要collimator 去挡掉这些光子 OK 全部的光子都可能可以让你作为你的讯号来源 所以呢 Path的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 你得到一样的影像 它的剂量一定低很多 OK 你不需要有那么多的放射性同位数 注入到你的身体里面 你就可以得到够好的影像 不过它有一些它所需要的一些问题 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必须要同时去侦测这180度相反方向的gamma ray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接收器的设计上面 一定有所改变 我不能说只有在某一个方向上面 才排列这些sinculator而已 OK 我必须要排一整圈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一个简单的结构图 你会看到它其实人躺在里面的话 外面的这些detector是绕一整圈的 为什么要绕一整圈呢 因为这样我才能够接收到 这180度反向的gamma ray OK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成本也蛮高的 因为它detector必须要拍绕一整圈才够 OK 所以这样子绕一整圈 用你的一些资源来换取成像的速度 还有它的品质 其实也是很滑得来的 所以这个在patch刚推出来说 这其实是一个很 对于临床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 不过呢 当然不是说你今天每一次所放射出来的这个gamma ray 可能都可以拿来作为你的讯号的成像的来源 我们刚刚讲的是比较直接一点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示意图 最左边这个图的话 要告诉你是一个正常的coincidence 发生的时候会产生的结果 OK 它在这个地方产生了一个破毁的效应 然后破毁效应产生了相反方向进行的这些gamma ray 这个有点弯弯曲曲的代表的是我们的电磁波 我们刚刚的这个电磁波 它在相反的这两个方向被接收到 所以我只要把这两点连在一起就可以知道 这一个讯号到底来自于哪里了 它是来自于这一条线上 我们就完成projection 是我们刚刚说的 可是你看一下 仔细的看一下 这一个发生 从这边传导到这边 看从这边传导到这边 它所需要的时间有一样吗 很明显的距离是不一样嘛 除非你今天发生的位置 刚好在整个scanner的正中央 不然的话 它所进行的 前进的 所需要的时间一定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刚刚说的coincidence 其实不是真的coincidence 它不是真的同一个时间 它是有一些些时间上的差异 只是考虑到gamma ray前进的速度 还有我们这一个scanner的尺寸 这一段时间通常都很短 刚发热前进的速度 约略就是光速嘛 不过3x10的八四方的话 是在真空中的前进速度 如果是在人体的前进速度的话 你是要拿一点折扣的 然后那个 这个device 或是这个scanner的内圈的尺寸 大概是在接近80到100公分 这样子的一个scale 所以各位可以去除一下 大概 这些时间差 可能就是在几个narrow second 到几十个narrow second之间 因此呢 我们其实在定义 什么叫做coincidence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 定义一个时间的长度 凡是在这个时间的长度之内 接收到的 所有的这个gamma ray 我们都当成是同一个放射性同位数 所释放出来的结果 那设定上面来讲 通常是4到20个narrow second 很短很短的两个时间 这个时间的设定 如果太大的话 你可能就会包含 它的缺点就是 你可能会包含到不同的event OK 不同的这个放射性同位数 所释放出来的 只是他们的时间很接近 那你就把它包进来了 这样子 那太窄的话 代表就是说 如果它在前进的时间 差异比较大的时候 你就会把它当成是假的结果 把它排除掉 所以它也是有一些些trade off 那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会使用这样子的一个设定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中间这一个 中间这一个的话 代表就是说 我们刚刚说 如果康普顿散射产生的时候 怎么办 它就会造成一些 位置上判断的错误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patter 里面 其实也要考虑这件事情 来 在这个地方产生互回 产生了两个gamma rate 这边是正常被接收到 这边呢 哇 跑到一半的时候 发生了campton scattering 所以呢 它可能转了一个方向了 OK 但是呢 它包的时间又不是很久 它可能在这个window底下 这个concision window以下 被接收到 所以呢 如果你把这两者 试成是 同一个互回效应 所产生的gamma rate的话呢 那必然呢 你就会得到错误的结果 因为你会觉得 这个放射性同位数 其实是产生在这个连线上面 所以会有点偏移 那这个偏移 就会造成你对于那些放射性同位数 位置上面的错误估计 会让你的影像变得会比较模糊 所以其实在这个patch里面 我们也会适度的针对 接收到这个光子的能量去做评估 就有点像刚刚的报告分析一样 如果今天它的摄像化能量 不太对劲的时候 低于原本应该有的这个能量 就是511的keV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它滤除掉 一定也会有这样子的动作 才能够让你的影像看起来更清楚 最后这一个 这个是可能被 可以被解除的 但是最后这个真的没有办法了 这是一个false event 就是说 你今天如果真的发生这种状况的话 你一定会得到错误的结果 什么样子的event 就是同时间产生了两次互回效应 这边也产生一个阵子 这边也产生一个阵子 所以同时间产生了两个互回效应 然后呢 它可能被 不同的这些detector所接收到 这个时候你就不知道 应该要跟哪一个东西连上线 OK 那甚至呢 如果在这一个detection过程当中 它还发生了一些 比如说 Forward electric effect 光电效应 把这些刚好热解机收掉了 当然这机会不是太大 不过一旦这样子的状况发生的时候 一样的你也会产生一些error 因为其实像比如说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你好像应该要在这个地方连线 不过呢 其实是因为这个地方产生的光电效应 造成了光子被吸收 所以这边收不到讯号的结果 所以这样子必然也会产生影像的一些模糊 OK 那这个地方根本没有能量 像Champton Scathering 这样能量的差异可以用来做评估 只是这种event 比较少发生 所以虽然会发生 但是干扰上面 还是可以接受 OK 影像会稍微变得有点模糊 但是比例不是很高 所以勉强还是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成像结果 OK 所以这件事情告诉你说 PAT的确可能可以让它 PAT的影像多半来讲都会比刚刚的spec更清楚 因为我们在利用度上面 利用这些光子成像 利用GammaRay成像的这个效率上面 是高了非常多的 但是呢 它还是会有一点点模糊的现象这样 来我们看一下一个最常见的 经典的一个应用成果 诶 不过等一下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 等一下再继续